好 我們來做一些立體跟練習 立體一 手持彈簧一張每秒振動兩次 發現有一個波長叫0.5公尺 問我們頻率啊 週期啊 波數啊 好 這個很簡單的基本概念 好 我們每秒振動兩次 就表示什麼意思啊 頻率就是兩赫嘛 對吧 每秒幾次就是頻率嘛 兩赫 很簡單 解決掉 小事一裝 那週期咧 週期咧 你可以這樣想 每秒振動兩次 反過來 那一次要幾秒 方法一 方法二 你剛剛不是算出個頻率嗎 那我們講過 頻率跟對決有什麼關係 互為倒數嘛 反過來就好 OK 所以 互為倒數 那兩赫 倒過來多少 二分之一 零點五秒 零點五秒 你也可以想說 一秒兩次一次 二分之一秒 也可以 都可以 看你要怎麼想 只要你能夠懂就可以了 你能夠理解你的想法就OK了 那所有的神奇的問題叫做 坡數呢 怎麼辦 那 辦公室嘛 V等於說什麼 坡數等於什麼 坡長處理週期 或者是頻率乘以坡長 我個人比較喜歡城堡 我個人不喜歡儲堡 所以我能用城的我就用城的 城 頻率二 坡長 他告訴我了 0.5 這完就叫一 哇 這超級世界恐怖困難 對嗎 太困難 太有程度了 這就是立體一 停車戰界問 練習三 抖一個繩子 每秒產生三個完整的坡 然後圖如圖所示 這個圖會告訴我什麼 長度 幾個坡的長度 三個坡的長度 那你可以算誰 一個坡長 就跟他一樣有坡長 然後停車戰界問 頻率 坡長 坡數 哇 多嘞 下一歌美女 你可以隨便跳 因為我這個 我可以點 來來來 快告訴我 你要你要 來 我們先問頻率好 頻率有多大 No.7 頻率有多少 你告訴我 3 你的頻率是3 請坐下 頻率 1秒3次嘛 頻率3嘛 1秒幾次叫頻率嘛 對不對 3 超級世界恐怖簡單嘛 坡長勒 150 坡長勒 坡長勒 坡長有多長 又是一個世界超級恐怖困難的問題 太難 猶如各位的智商 有沒有帥哥難 30 坡長勒 50喔 真的是太困難了 50體 50 請坐 圖上面有一個150嘛 150幾個坡 3個坡 一個坡多少 50 50 所以就50公分 那 很困難嗎 太困難 還有更困難的 要坡數 坡數有多大 坡數有多大 這位叫做 No.9 9號 150 請坐 他的答案叫做 150 我們的公式叫做 坡長除以週期 或者是頻率乘以坡長 我喜歡用的是頻率乘坡長 F乘以λ 頻率是3坡長50 所以乘起來叫150 所以答案就叫150 這就是最簡單最基本的理解 就是根據什麼叫週期 什麼叫頻率 什麼叫做坡長 然後基本上用到坡數的公式 就把答案給解決掉了 這是最基本的應用 OK嗎 OK